新北市一所国小传出一名小六男生多次性侵同校低年级的学弟 教育部教育局证实已经召开了性评会调查 医师强调必须要了解男童的心理跟生理环境 评估过往的经验才能够对症下药 摊开聊天记录强调是希望对方真心悔改 却发现他的态度依然自我 这名家属的孩子一对兄弟就读北部某国校 传出遭到校内一名小六男童带到厕所性侵 认为对方家长属于管教也批校方消极处理 校方回应依照法规规定不能公告消息 韩家前已经要求家长管教之后学生就是请假状态 对方家长都没有表态也没有说明 他们这段时间如何去教育小朋友 或是做一些心理其他的諮商没有 直到我自己开口要求他们道歉他们才道歉 这个案子还在调查的过程 所以其实文以法是不能公告的吧 我没有立刻做决议说 这是请他在家执行管教 受害男童家属表示跟对方协调时 男童态度不好为了了解他的动机 在对方家长同意下拿走孩子笔电 却发现里头删除的浏览记录 有各种成人色情影片和漫画等网站 时间长达两年多 但家长毫不知情 而校内还有其他低年级学弟受害 医师表示必须评估男童生理和心理环境 还有过往经验对症下药 医师强调无论是青春期对性感 兴趣模仿成人片还是有性冲动 都可能是男童的动机 因此应该建立孩子法律观念和情绪空管 懂得尊重别人 避免灾犯 教育局则发声明 依照性品会将会尽快完成时间调查 并落实相关辅导工作 记者传讯张志佳综合报道